我傳兩張照片,請問老師,溫室清源現在有一種塑膠布覆蓋的方式 跟用之前水的方式有什麼不同? 然後我照片是這次我用塑膠布,我看它土壤溫度第二天大概是到這樣,它還會往上升 然後就是我聽之前有那個可以用在土壤消毒的資材,那是哪一個?就是電台的 那跟我如果用尿素有什麼差別?這樣 然後用塑膠布需要把旁邊全部放下來嗎?這樣,我聽廣播 謝謝 我們在土壤裡面有塑膠布蓋,其實這個效果是最好的 塑水就是一個水和田淪作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它是最簡單的一個做法,用水去塑膠,它去改變 然後塑水還有一個很大的目的就是我們如果是投用高醫師 譬如說我們的目的是要做什麼?譬如說我現在正在這個問題 就是醫師子都很過頭,完了很離譜 那麼我這個投用裡面,我就先用塑水 因為你只有塑水,我們這樣說就是用水去塑膠,它可以把它洗掉 一些這些不必要的離譜,譬如說我們用的肥料裡面 硫酸跟綠離譜,還是我們做不到辦法吸收這些離譜 你就可以把它撈掉 所以一般來說,用水是一個可以去把它 定義就是把殘過、洗過 那麼很多是在這個一水和一水的中間 我們有時候要因為它堵水,堵水還會把它補產 補產的目標要做什麼?其實它最主要是堵水 然後我們有這個水稻,濾肥水稻 這個水稻可以到要出水之前 它累積很多營養粉,把投用的營養給它轉化 已經累積一些在它的質地管領 所以你把它撞下去,把它撞下去 把投用裡面的纖維質,尤其是含量 這種的一個情形之下呢 它可以增加這個油基質 所以有堵水又增加這個油基質 這樣是不是這個效果就很好的 所以我們這個目的 我們這個目的如果是說要去改變到 途中的一個高益性的一個狀態 你就用它就選到這個堵水為主 就是說我要幫它清潔,我幫它清潔 有的人比較辛苦,洗完之後 我甚至因為我沒有時間 好去幫它 沒有時間說去幫它用 去幫它補殘 沒有那麼多的時間 但是我有塑膠 所以你在淡淡的時候 你可以去拿一些藥素 藥素在這個水裡面 它會產生氨氣 那氨氣本身就有消毒的作用 這通常是有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在投用裡面 譬如說你這個蓋下去 你如果蓋下去有好色 這段是年有就是四十七度八 我們正經在這個塑膠盆裡面 在做在蓋塑膠盆的時候 途中的這個溫度 可以超過六十度以上 超過六十度以上 好,那麼連續就是說 它只要是有這個病 如果你可以讓它 得到六十 一般就是說六十、六十五 這蓋塑膠盆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現在蓋過之後 它的一些草膠盆是什麼 但是這個基本上是 我們要蓋塑膠盆 塑膠盆有一點濕濕 它的效果會比較好 不要太乾 有的說把它蓋得比較乾 那效果比較不太好 你如果說 可以有一個消化 有一點水分 因為塑膠盆蓋 它的水會吸在裡面 那麼它升溫的速度會比較慢 但是有些草膠盆它的發 草膠盆會發起來 發起來之後它的消息 所以呢 這有一個好處 所以這個得手是這樣 那麼它這種 我們途中經過 隔溫改的處理過的時候 有一些年報症 可以去的這個病 還是說這個根腐病 Ricotonia 可以去的這個病 或是這個青果病 這都通常會比較好一點點 就有一定的這個好個 那麼神際有人是用這個浮馬鈴 用浮馬鈴泡兩千二百倍去把它蓋 去蓋 我是覺得說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這樣子 沒有必要這樣去把它做 所以盡量就是說 如果可以的話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是塑膠盆蓋 蓋這個 它可以 溫度會慢慢慢慢的上升 因為在這個蓋的這個過程裡面 那為了要有效果比較好 甚至有的人 要蓋溯加布進程 你可以去用這個 白丹阿霸丁 賺它水腰又稍微淡淡 這個不必特別去喝水 白丹阿霸丁去給它 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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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南洲會冠揉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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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揉� 好購的比較沒空 所以如果要晒 旁邊要放下來 但是旁邊要放下來 有一個原則 我們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 譬如說要放下來 旁邊要放下來 你是不是有些 譬如說有控制的設備 如果是在裡面 你整個都把你放下來 如果想過頭髮 有時候那些開關很容易派 所以一般就是開關 我們在台灣都會有一個 溫室 一個過渡的空間 並說一個工作間 通常是沒有鎖在裡面 如果是鎖在裡面 如果鎖在裡面 完全是鎖在裡面 那你在 在蓋的時候 你四個鍊在放下來 有時候要小心 因為有時候這些東西 會比較容易派去 大概是有這種情形 一般來說就是 如果有六十度開了之後 一般來說 以後就會出來 所以你如果是旁邊稍微放下來 譬如說今天這好天 你旁邊放下來 很快 那些溫度在上升 那不是只有 那頭上的溫度升 它在裡面的溫度 在升的速度 那麼就相當的這個筋 相當的筋 那麼在很多 有時候就是說 這個時間 這個時間呢 效果如果是要好 譬如說我們浩哥要好 並盡量可以讓他 在這個 稍微拍一下 譬如說 有那個時間 但是一般是比較困難 就是說你如果有一個時間 可以讓他稍微拍到 這個 十多兩禮拜左右 這裡面 如果是有 像我們剛好天 像今年 這種溫度 有五天 有五天的好天 這個浩哥就很好 這時候你頭上的這個溫度 有可能19-60度 你如果是把四孔鏈盆放起來 有時候 這個溫度 可能會差不多到70度 都有這個 大概還有 所以你這47度 應該是要過的 就升起了 那這高溫悶 這有時候就是 經過這個高溫的一個 作用的 得手 這個困難的 作用的變成是一個 比較空白的 這個就是說 有可能 有抑菌 有害的 這個 衛生物都有 所以你如果是 現在起來之後 我們就要 測試去補充 一些這些 有益維生物 譬如說 可以用一些 這個 油肌肥 然後 我們可以用 這個 榮林菌 或是 苦草菌菌 這些東西 我們要快要補充 這起來 這個效果就很好吃 甚至有的人 會去用 木霉菌 敲油肌肥 去補充 那麼這個效果其實都很不錯 那麼 所以這大概是好購 在這家 因為 阿伯是非常 鼓勵 我們好朋友 因為熱人 那時候 大熱的時候 假設你有兩龍的 這個紋織 這 進行已經做得很累 你一定 要去考慮 就是說你今年 去補充 每年去補充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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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可以做過這個 有時候做一下 這對我們來說 其實是更好的 這有一個 它在這種 經濟的 這個 平衙的控制 有很大的 這個效果 所以這當然是這樣 那麼 那麼 盡量 就是說 那是5天過 大概呢 就有這個效果 那在日本 他們會去用一些 像這種 酒精代謝的 一個 酒精代謝過的 這個產物 我們之前說的 那個553 他會去把它放下去 他在蓋的時候 他先著去 灌這個東西 那灌這個東西 灌下去後 他就更容易 更容易 因為 一些這些 這個 寄生性的 這些維生物 去塗到 我們這種 酒精發酵液的時候 他有一個東西 會去 誘導 他的誤判 就是有 植物的來源 所以他 開始 萌發 想要去寄生 整個活性的增加 這個流出來 就被我們騙了 所以他是用 這種的 這個原理 所以他就失去 那個 寄生的 這個能力 剛才我們又把他 他剛才發出來 他就遇到這樣的 一個問題 所以這個 通常 是 可以這樣做出力 很多人 都會說 這種 這個比較麻煩 其實他是最簡單的 這 也是 這個蓋塑膠布 是最簡單 就是說你要 投入這個 塑膠布的 這個成本 這個塑膠布 不用買很高 不用買 不用買 不用買太 不用說 一定 就要很高 這個通常 就是 薄膠布 這樣就可以 有的人 是會用 比較高 稍微耗了一點點 放進去 比較高 那 他可以收起來 不用說 後面要用的時候 他就用 用 原地 折膠布 把他放進去 或是用折的也可以 但是 因為他有 投資料 用折的 比較好做 你把他放進去 你後天 就更容易 用 要收好 那麼 可以用幾個便 其實成本 也不會很高 所以大概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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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理的方針 所以在這裡 可以給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個參考 那麼 一般來說 途中的 溫度 你現在是 47度 48度 還有可能再升高 還有可能再升高 有可能 有可能 大概還能夠到 吸收得比較好 差不多可以到60度 如果有到65度 很難 一般要到65度 那時間會比較長 因為他現在也比較乾 他溫度會更高 你如果沒那麼乾 他溫度就比較不會那麼高 所以這有時候 和我們 投用的一個水 有關 因為水 我們有說過 比熱大難 熱難冷 所以有時候 的效果就比較不一樣 所以 有的人 他會給他 一個時間 去冷冷 讓水器 跑掉 我覺得不需要那麼麻煩 因為我們有去做過 這個比較 效果差不多 你就有過60度 它的效果就很好 有的人說 都沒有到60度 那就沒有效果 也不會 這個東西 也還是可以 就是說你有過過 這個效果 都可以出來 用油素 因為它有水器 如果有油素 還有一個氨 因為我們途中 比較偏 微鹹 一般來說 在紋身裡面是這樣 它油素 去塗在水底 還沒有空氣 我們把它吸掉 它的三星阿摩尼亞 阿摩尼亞 就有這種殺菌的作用 就有這種殺菌 這個效果 也都還不錯 那麼還有一個 就是說 我們用553 剛才說過 這是一個酒精發酵液 所以 你也可以用這些東西 就是說 你有蓋上這個 你會用這個來做消毒 日本 基本上 他們是都 他們是都用這樣做 這個 都用這樣做 處理 大概是這樣 可以讓我們好朋友 先做了解 問一下 我們一個人 的方法 你可以看 你們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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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有些人 有些人